这个玻璃升降器也就三五十块钱 你去四代店换 你猜他敢收你多少钱 四代店的回答就是 这个是睡不了的 2840 后来我就在淘宝搜了一下配件嘛 45块钱 我不会学买 买回来之后按一下就好了 明明很便宜也很好换 但到了四代店却让我们换总成 这不是拿我们当月纳同吗 今天我来告诉大家 车上还有哪些配件 咱们可以自己换 双击收藏能省不少钱 第一 车上的这个厚镜镜片 一旦收的寡秤非常容易破损 破损以后你去四代店维修 它们通常会你更换整个总成 少说得花千八百 其实完全没必要 咱们只需要拿一把车钥匙 从后视镜下面 轻轻的一翘 就能把镜片取下来 然后咱们只需要去网上 花几块钱买一个相同型号的镜片 对准后视镜的底座 轻轻的往里一按 听到嘎巴一声响就安装好了 第二 雨刮器用酒以后 刮不干净玻璃 你去四代店换的话 敢要两三百 但咱们去网上买的话 只要二十块钱 你只要摁住中间的这个小方块 轻轻的一拔就能取下来 然后把新的直接装回去 就完事了 第三 咱们经常会遇到 车钥匙没电 打不开车门的情况 你去四代店换的话 他们忽然你说 得换专用电池 收你一两百 其实咱们只要在车日上 找到这个小方块 然后掰一下 就能抠开钥匙 取出里面的扭扣电池 然后去超市花两块钱 买个相同型号的电池 给它装回去 就完事了 这样电池也换完了 车门也能解锁了 如果你身边还有朋友不知道的话 抓紧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们 我是聪哥 关注我 有还有一千个骑车知识